我們是透過過去長年教學的一個經驗 還有我們有找了五六十位大學生 他們先去告訴我們他們心目中良好的案件 就是什麼狀況 那我們把它歸納之後 我們把它設計成問題 來問一下我們做了兩千多份大學生的問卷 問一下他們對這些題目的一些考法 然後再從用電腦去選出這九題 這九題是彼此比較有相關 可以成為一個面向來測大學生的愛情EQ 那我們做完這個題目之後 我們可以來看這一邊 這邊有這個總分的說明 那如果是0到16分是比較愛情EQ 那17到20分是比較中度 那21分比較高 這個我們看到第八題跟第九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第八題的話 如果你的回答是說不同意 或非常不同意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小心說 他是不是那種就是比較舒不起啊 比較容易有不甘心的一個狀況 那第九題的話 也許他是比較似非 或是怎樣 也許他會比較旺視匪薄這樣 所以也是我們需要把它列為高方塊的一個群體 對這次我們 directors會來的 有關的一部 我們會有到哪一部 我們要來的 我們來的 我們要的